起 戊虚 公元338年 至 辛丑 公元341年 一共四年 晋成帝贤康四年 戊虚 公元338年 春季 正月 乾燕王慕容派都卫兆前往后兆国打听军队出征的日期 后兆王石虎准备攻击断辽 招募骁勇善战的士兵三万人 全部败售为龙藤中郎 侍逢断辽派断屈云进攻赵的幽州 幽州刺使李孟 后退保守一惊 石虎便任命陶豹为横海将军 王华为渡辽将军 率领十万水军游飘与金出发 又任知雄为龙香大将军 姚义仲为冠金将军 率领步兵 骑兵七万人为前锋 前往讨伐断辽 三月 召回到吉城 前燕王慕容领兵攻略令之以北的许多城镇 断辽准备追袭他 慕容汉说 如今赵的军队在南边 应当集中力量抵御 却又要和燕王相斗 燕王亲自魏帅前来 士族精锐 假如万一失利 又怎么能抵御南边的强敌呢 断兰发怒说 我前次被你所误以至于成为今日的祸患 我不再上你的当了 于是率领手下现有的全部势众追击 慕容设下埋伏等候他 大败断兰的军队 斩首数千级 掳掠民众五千户 蓄产数以万计返回 后赵王石虎进军驻屯于金台 知雄长驱直入 道达济 断辽所任命的于阳 上谷 带军地方长官全都归降 攻取四十多个城镇 北平湘阳裕率领民众数千家登上燕山自相聚首 众将领唯恐他成为后患 想要攻击他 石虎说 阳裕事如生 珍惜自己的名声气节 这样做不过是耻于投降 不会有什么作为 于是经过燕山 到达虚无 断辽因为兄弟断兰已经战败 不敢再迎战 带领妻子 宗祖和当地豪强一千多家 放弃令知 逃奔密云山 临行时拉着慕容汉的手哭泣着说 没采纳您的建议 自取败王 我固然是咎由自取 让您丧失安身之处 我为此深感惭愧慕慕容汉向北投奔宇文氏 断辽的左右长使刘群 卢臣 崔月等人封存府库向石虎请降 石虎派将军郭泰 麻丘率领二万青旗兵追袭断辽 在密云山抓获断辽的母亲 妻子斩首三千级 断辽单其逃亡险要之地 派儿子断起特针向后赵国奉承上表 并献上明码 石虎接受了 石虎进入令之宫室 对将士们论功封赏各有差等 把断国的二万多户民众迁徙到四周 雍州 衍州 衍州 玉州 士大夫中有才能 德行的都予以提拔 杨玉到军门前请求归降 石虎则问他说 你过去身为奴鲁逃走 今天身为世人前来 难道是知晓了天命 想逃逆而无地葬身吗 杨玉回答说 我当初侍奉王郡不能有所框住 投奔断世又不能保全 如今陛下天网高张 控制四海 幽州 济州的豪杰无不忘风归从 像我这样的人比肩接踵 因此我并不特别惭愧 我的生死 唯听陛下裁决 石虎喜悦 当即败寿杨玉 魏北平太守 夏季四月 鬼丑 初三 晋朝廷任命慕容卫征北大将军 幽州慕 兼领平州刺史 承汉国主李妻日以交纵暴虐 多索诛杀 收被杀者的资财和妻女入宫 因此大臣们大多惶恐不安 汉王李寿素素来直高位重 享有盛名 李妻和剑宁王李月等都忌惮他 李寿害怕自己不能免货 每逢入宫朝见 常委座边境告急文书 以警讯紧急为由推辞不来 当初巴西处是公壮的父亲 叔父都被李特所杀 公壮抑郁报仇 多年不出丧福 李寿多次按照礼仪征召他为官 公壮不应兆 此时公壮前往拜见李寿 李寿悄悄地向公壮询问自我保全的方法 公壮说 巴蜀的民众本来都是晋王式的臣民 您如果能够发兵西取成都 向晋朝称臣 谁不争着坐您奋蔽而起的前驱呢 这样福泽便可延续到子孙 名垂不朽 哪里只是摆脱今日的祸患而已呢 李寿颇以为然 与长使掠扬人罗衡 巴西人解司明秘密商议进攻成都 李七对此颇有耳闻 多次派许福到李寿驻地观察动静 又毒死李寿的养地 安北将军礼忧 李寿于是伪造媚福任条来信 说李七将要攻取李寿 李寿的部众信以为真 李寿于是率领部 骑兵一万多人游福的出发 偷袭成都 并许愿用城中财物作为对部众的奖赏 让部将李毅冲任前锋 李七没料想李寿突然到达 完全没有防备 李寿的世子李氏任义军校尉 打开城门迎接李寿 于是攻克成都 屯兵于公室门前 李七派世中犒劳李寿 李寿奏称建宁王李月 景谦 田包 姚华 许福 以及征锡将军李霞 将军李希等人心怀不轨 扰乱朝政 将他们全部拘不处决 然后放纵士兵大肆劫掠 数日后才平定 李寿又缴称奉太后人事令 废除李七为穷都宪宫 幽禁在别宫中 追侍立太子为埃皇帝 罗衡 谢思明 李毅等劝李寿自称镇西将军 一周目成都王 向晋王室称番 把穷都宫李七送到建康 而任调和司马蔡兴 是钟李燕等劝李寿自己称帝 李寿令人为此战事 战者说可以当几年天子 任调高兴地说 能当一天便可满足 何况几年呢 解思明说 几年天子怎么比得上百世诸侯 李寿说 早上听道道义 晚上死了也行 于是集地位 改国号为汉 实行大赦 改年号为汉兴 李寿用安车 庶博征召公状任太师 公状誓死不肯出世 对李寿所馈赠的礼物 一概不接受 李寿改立宗庙 追尊父亲李香为宪皇帝 母亲展示为皇太后 立妃子严氏为皇后 世子李氏为皇太子 又改就宗庙为大成庙 各种制度 多有更改 任命董角为相国 罗恒为尚书令 解思明为广汉太守 任调为镇北将军 梁州次使 李毅为西仪校尉 侄子李权为宁州刺世 凡是公卿大臣 周郡长官 都由自己的辽佐接替 成汉的旧臣 近亲以及六郡世人 都遭疏远和贬处 穷多公李妻叹息说 天下的人主却成为小小的县公 不如死去 五月 自一而死 李寿追赠他嗜号为幽公 按诸侯王的礼节入葬 后赵王石虎因为前燕王慕容没有会和后赵的军队攻击断辽 却独自占有掳获的民众和蓄产 因而打算讨伐他 太史令赵揽劝谏说 遂兴正当燕国的分野 出师必然无功 石虎发怒 边击他 慕容听说此事调集军队严加设防 废除了六卿 纳岩 长博 冗其长士官职 后赵的军队有数十万人 前燕国民众大为恐慌 慕容对内使高许说 我们将怎么办 高许回答说 赵军虽然强大 但不值得忧虑 只要兼顾防守来抵御 他们便无所作为 石虎派遣使者四处出动 招纳 又将各族民众 前燕国的成州内使催道 居旧县令尤红 五元县令长霸 东夷校尾丰秋 护军宋晃等都应从他 共获得三十六成 尤红即尤岁兄长之子 济阳的乔居士人共同杀死太守宋竹 投降后赵 宋竹及宋晃的堂兄 盈秋内使仙渝区也派使者投降后赵 武宁县令 广平人孙兴 小玉官吏和民众 共同直获仙渝区 隶数他的罪状后处死 然后关上城门防守御敌 朝鲜令 昌黎人孙勇率势众抵抗后赵军 豪强 王清等人密谋应从后赵 被孙勇拘捕斩首 同谋的几百人惊慌恐惧 向孙勇请罪 孙勇都不予追究 和他们一块而防守御敌 勒浪太守居棚 阴境内市民大多背叛投降 选择同乡勇士二百多人共同回反集成 勿子 初九 后赵军禁逼集成 前燕王慕容打算离城逃亡 军中将领慕于跟劝劲说 现在正当敌强我弱 大王一抬脚 那么赵军的气势便养成了 如果让赵人拥有并安定了国民 兵强粮足 就无法再与之抗衡了 我私下认为赵人正希望大王这么做 为何忠他们的忌呢 如今牢牢守住坚固的城堡 气势便增强百倍 纵然赵军猛烈进攻 也还足以支持 在观察形势的变化 伺机出击求取利益 如果事情难以成功 也还可以逃走 为何要望风而逃自己造就必定王国的局势呢 慕容这才终止逃亡的计划 但犹豫 恐惧仍然行于颜色 玄徒太守 河间人刘沛说 现在强扣在外 人心恐惧难安 事情的安危都细于您一人之身 大王在此时无可推诿 应当自我勉励以鼓舞将士 不应当显示出怯弱 现在事情很危急了 我请求出击敌军 即使不能大胜 也足以安定人心 于是带领几百名不怕死的骑兵 出城冲击后赵军 所向披靡 各有斩祸 然后返回 前燕军士气因此大胜 慕容向风义询问对策 风义回答说 石虎的凶残暴虐早已过头 人神共愤 灾祸 败亡的将领 指日可待 现在倾国远来 但进攻和防守的情势并不一样 攻难守矣 敌军兵马虽强 但并不能成为祸患 他们在此滞留多日后 矛盾和隔阂就自然产生 我们只需坚守等待而已 慕容这才心安 有人劝说慕容投降 慕容说 孤正要夺取天下 说什么投降 后赵军从四面如同蚂蚁一样攀登城墙 慕于根等昼夜栗战十几天 后赵军不能取胜 任臣 十三日 后赵军退却 慕容派儿子慕容克率领二千骑兵追袭 后赵军大败 斩获首级三万多 后赵各路军队都弃甲溃讨 只有游击将军石敏带领的一支军队未遭创伤 石敏的父亲明瞻 是内皇人 本来姓冉 当年后赵国主石乐公获陈武 掳获石敏 令石虎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收养 石敏骁勇善战 多计谋 石虎宠爱他 如同对自己的孙子们一样 石虎回到夜 任命刘群为中书令 庐臣为中书侍郎 蒲红阴公败寿使持节 都督六谊诸军士 冠军大将军封为西平郡公 石敏对石虎说 蒲红雄武倦脉 得到将士的拼死效力 儿子们又都有非凡的才能 而且拥有强兵五万人 铸屯在都城近处 应当秘密地除掉他们 以安定国家石虎说 我正已让他们父子 攻取东吴和巴蜀 为何要杀死他们 给他的待遇愈加优厚 前燕王慕容分别派军 征讨各个背叛的城镇都获得了胜利 把疆域拓展至樊城 崔道 长霸 陶奔业 风抽 宋晃 油红 陶奔高聚力 慕容奖赏居棚 慕鱼根等人 对背叛者则依法治罪 诛灭了许多人 由于公曹刘祥从中为他们申辩请求 许多人得以保全性命 后照进宫集成时 前燕国又司马李鸿的兄弟李普认为集成必定失败 劝李鸿出逃避祸 李鸿说天道幽明遥远 人事难以预知 况且身负伟派的责任 不要轻举妄动 自找悔恨 但李普却坚持请求 不肯罢休 李鸿说你认为自己的看法正确 精明就应当自己去做 我蒙受慕容室的大安 安道亦无从取舍 应当在这里以死效忠便与李普撒泪绝贬 李普随即投降后照 随从后照军队难归 后死于丧乱之中 李鸿因此以忠诚赌信著名于世 后照王石虎派渡辽将军曹福带领青州的侍众 束手海岛 运送穀物三百万壶供给食用 又用三百艘船运送三十万壶穀物到高距离 让典农中郎将王典率领一万多部众在海滨啃荒屯田 又下令让青州建造战船一千艘 已被进攻前燕国 后照太子石宣率领部齐兵二万人攻击朔方的先卑部胡魔头 打败了他 斩首四万多几 冀州八郡发生严重蝗灾 后照私立请求将周郡长官治罪 后照王石虎说 这是镇朝政有过失所至 却想归罪地方长官 这哪里符合自己知罪的心意呢 私立不尽陈正直的言论 以便辅助我纠正过失 却想随意陷害无辜之人 应当割除爵位品质 让他以庶民的身份执行私立的职务 石虎让湘成功石舍归 上拥功石日归率领示众 束手长安 二人告发镇西将军石广私自树立恩责 秘密图谋不轨 石虎把石广召回叶城 杀死石广 一位十六日 东晋朝廷任命司徒王岛为太父 都督中外诸君士 任西建为太位 耕亮为司空 六月 任王岛为丞相 取消司徒的官职 并入丞相府 王岛性情欢容人后 所委任的许多将领 如赵印 贾宁等大多不守法令 大臣们为此忧虑 宇亮给西建写信说 皇上从八九岁已至长大成人 入内则有宫女守护 外出则只有五官 小人们侍从 读书无从学音据 故事询问则未曾遇见君子 秦始皇详使百姓愚昧 天下人尚且知道不对 更何况有人详使君主愚昧呢 君主既然正当茂盛的年华 应当还正于贤明的主上 王岛不恭敬地归还政权 却开始自居太师太父的尊位 豢扬许多没有才能的世人 您和我都身负先帝托付佐证的众人 这样的大监之人不清楚 又有什么脸面到地下去见先帝呢 因而想一起发兵废处王岛 但西建不同意 南蛮校尉陶称是陶侃的儿子 把宇亮的谋意告知王岛 有人劝王岛秘密地加以防备 王岛说 我和宇亮修其宇共 像这种庸俗的传说 不应当由智慧之人的口中传播 即使如同你所说 宇亮假使到这而来 我就头戴方巾 归隐还乡 又有什么可惧怕的 王岛又给陶称写信 认为宇公是皇上的大舅 你应当好好侍奉他 争悉参军孙盛 悄悄地劝见宇亮说 王公经常有辞觉正事 悠游于陈氏之外的愿望 怎么会干俗人所干的事情呢 这一定是坚定邪恶之徒 想离间内庭与百官的关系而已 宇亮这才作罢 孙盛及孙楚的孙子 此时宇亮虽然驻守于外镇 却遥遥控制朝廷大权 权势显赫 又拥有强大的军队 屈炎覆势的人大多归附于门下 王岛心中不平 每当遇到西风扬起尘埃 便举起扇子遮蔽自己 缓缓地说 雨亮的尘土沾乌人 王岛让江夏人李冲任丞相左立 李冲因为当时风俗崇尚浮华空虚 于是赚着学针 他认为老子所说的弃绝仁义 百姓反规孝敬慈爱 哪里是指崇尚仁义的的道路被断绝 然后才能产生孝敬慈爱呢 大概是忧虑真心崇尚仁义的少 假借仁义谋私利的多 因而想将责任归罪于圣人的提倡 把问题归咎以往的事情 平庸之人只看到外表的多 真正达到大道的少 追求圣人的业绩越是虔诚 离开圣人的本质也就越远 所以他做学针 用以驱除留弊 文中说 声明所彰显 道德之所以废毁 只有减损显赫的虚名 才能提高被弃废的道德 没有人无法使万物生长 没有义无法统一修持观念 仁义原本不可以丢弃 只是要除去违害仁义的东西而以承汉国礼义的堂兄 广汉太守李前告发大臣图谋废处旧军 更立新主 秋季 七月 承汉国主李寿让儿子李广和大臣们在前殿盟事 改任李前为汉家太守 让李红出任荆州刺史 镇守八郡 李红及礼公的儿子 八月 蜀地烟雨连绵 百姓饥荒 疫病流行 李寿下令让群臣尽情陈述朝政的得失 公壮城上的密封张奏说 陛下当初起兵时 尚指星辰 明拜地求告天地 煞穴与世众盟事 将举国向尽世称臣 上天感应 人民喜悦 这才大功告成 但议论者不明其理 以致陛下随从世事极未称致 现在言语连绵百日 饥荒和疫病同时降临 这大概是上天想以此向陛下施戒的缘故 我认为应当遵守原先的盟事 推重和尊奉再健康的晋王室 他们必定不会吝惜高后的爵位 重要的职务来报答你的大功 虽然地位降低一等 但子子孙孙可以永久地保住辅佐 不也很好吗 论议者中有人说梁州 一州归附近世可以得到荣宠 其余六郡在人事安排上多有不便 当初公孙树在蜀地以激流客居的身份任职 刘备在蜀地 楚国的世人大多显贵 等到吴汉邓爱向西征伐 蜀汉全国被图灭 又怎能分别出客于主 论议者不明白安定稳固的根本 吴汐已有的名位 认为刘备的首领军任之于周郡 竟然不知道他们是国家灭亡 君主改义 哪里比得上今天的一举 能使君主荣耀 臣下显赫呢 论议者又认为我应当效法法证 我蒙受陛下的大恩 听任 放纵我安居室外 至于荣耀俸禄 无论是在汉还是在晋 我都不想得到 又为什么要效法法证呢 李寿看完奏章后内心惭愧 秘密扣下不予宣誓 九月 承汉扑设认言谋反 被杀 认言及认太后的兄弟 承汉国主李寿因此权述诛杀承汉救主李雄的所有子嗣 冬季 十月 光露宣言寒因年老退位 朝廷论议者认为 王岛是皇帝的师父 名位高中 百官应当对他行拜礼太长冯淮就此询问严寒 严寒说 王公的名位虽然贵重 但按理不应当特别是敬 行拜礼的说法 或许是你们的事 比人已老了 不识时务不久 严寒告诉别人说 我听说功伐他国不要询问人人 方才冯淮拿产宁知识来问我 我怎能有奸邪的德行呢 郭仆曾经遇见严寒 想为他战士 严寒说寿命在天 职位在人 自我修炼而上天不住 这是命 谨守道德而他人不知 这是性 人自有性命 不须有劳战士补归 严寒辞职二十多年 至九十三岁时去世 代王拓拔一怀的兄弟拓拔十亿坚到后赵做人治 拓拔一怀病重 命令朱大人立拓拔十亿坚为王 拓拔一怀死后 朱大人 梁盖等人认为国家心有重大丧事 拓拔十亿坚离得远 来不来不可确定 等到他归来 恐怕会有变烂 因此谋义重新立军 而拓拔一怀的二弟拓拔区 刚莽多诈 不如拓拔区的弟弟拓拔孤仁后 于是共同杀死拓拔区 立拓拔孤为君 拓拔孤不同意 自己到夜去迎接拓拔十亿坚 请求自己留在后赵为人治 后赵王石虎认为他有道义 把他和拓拔一坚一同遣返 十一月 拓拔十亿坚在樊以北积代王位 改年号为建国 又分出国土的一半给拓拔孤 当初 带王拓拔一掳死后 国家内乱贫仁 部落离散 拓拔是逐渐衰微 等到拓拔十亿坚即位 雄建永汉而又治谋 能够发展祖先一业 国人都归附他 此时开始设置百官 分别掌管政务 任命待人宴奉为长使 许谦为郎中令 开始制定惩治反逆 杀人 奸盗的法律 法令明了 正是清俭 没有囚禁株连的烦扰 百姓安居乐业 于是东边起字末 西边远及破洛纳 南方到达阴山 北方直至沙漠 众人全都归服 拥有势众数十万人 十二月 段辽从密云山派使者向赵请求允许自己归降 不久又后悔 重新派使者到前宴请求允许自己投降 后赵王石虎派征东将军麻丘率领三万势众迎接段辽投降 斥令麻丘说受降如同迎敌 不能轻视 因为尚书佐承杨玉是段辽的旧臣 便让他担任麻丘的司马 前燕王慕容亲自率领各将领迎接段辽 段辽秘密和前燕国谋意颠覆后赵军 慕容派慕容客在密云山埋伏七千精锐骑兵 在三藏口大败麻丘的军队 死亡人数达十分之六七 麻丘徒步逃脱 杨玉被前燕人擒获 后召将军范扬仁 仙玉亮的坐骑丢失 步行登山 难以攀缘 随即止步端正而坐 前燕兵四面包围 斥令他起身 仙玉亮说 我是贵人之身 暗道义绝不被小人所屈服 你们能杀就赶紧杀我 不能杀我就离开这里 仙玉亮仪表堂堂 身材高大魁伟 生气雄壮伶俐 前燕兵畏惧 不敢进前搏杀 便禀报慕容 慕容带上马匹相迎 与仙玉亮交谈之后 大为喜悦 任用他为左常侍 并把崔碧的女儿许配给他为妻 慕容尽数获得断辽的示众 用上宾的礼节对待断辽 任用杨玉为郎中令 后赵王石虎听说麻丘战败 发怒 隔除了麻丘的官职和爵位 贤康五年 己亥 公元339年 春季 正月 辛丑 25日 大赦天下 三月 以丑一物 广州刺史邓月 率军进攻陈汉国宁州 陈汉剑宁太守孟燕直获同州刺史获标投降 正熙将军羽亮 想收复中原师弟 上表奏请任命环宣为都督缅北前锋诸军事 四周刺史 镇守襄阳 又上表奏请任命齐帝临川太守羽翼为监察梁州 雍州诸军事 梁州刺史 镇守卫星 任西洋太守羽翼为南蛮校尉 兼领南郡太守 镇守江陵 督驾节 又请求分出豫州 用来授予征禄将军毛宝 朝廷下诸任毛宝为监察扬州地段长江以西诸军事 豫州刺史 与西洋太守樊骏率领精兵万人束手诸城 又任用剑威将军陶称为南中狼将 将下乡进入免中 陶称率二百人沿江而下 拜见羽亮 羽亮素来厌恶陶称轻浮较快 数落陶称前前后后的罪恶将他拘捕斩首 后来因为卫星地处边远 帝势险恶 命令羽翼移屯于半周 改任武昌太守陈骁为梁州刺史 赶赴汉中 太参军李松攻打成汉国的八郡江阳 夏季 四月 直获成汉国的荆州刺史李红 八郡太守皇侄 押送至建康 成汉国主李寿让李毅任镇东将军 替代李红镇守八郡 羽亮尚书说 属地的汉国很弱 而北方葫芦仍然强大 我想率十万大军以洗镇守石头 派遣各军罗练分布在长江 免水一带 作为北伐赵的准备 成帝把书章下交朝廷评论 丞相王岛请求云准 太尉西建平义认为 物资采用不足 不能大举行动太长菜模议论 认为 时机有利与不利 倒有身有区 如果不考虑强弱的形势轻举妄动 那么会迅速败亡 有什么功业 当今之际 不如自序威势 等待时机 时机的可否在于葫芦的强弱 而葫芦的强弱又在于石虎的能力 自从石乐起兵 石虎便经常充当武将 百战百胜 于是平定中原 所占据的地域与当年的魏国相当 石乐死后 石虎挟持继位的君主 诸禄将相 平定内乱之后 又减灭和削弱外寇 一举攻取金庸 在战便秦获失声 诸杀石聪如同陆时遗物 战胜郭权如同震回稿木 四周国境之内 不失尺土 由此看来 石虎是有才能呢 还是没有才能呢 论议者因为过去葫芦进攻襄阳不能取胜 便认为他无能为力 然而百战百胜的强敌 却因没有攻取异成就以为低劣 好比射箭的人百发百重 只有一次失误 能够说他拙劣吗 况且 石虎的军队只是赵的偏师 环宣是位虚边的将领 他们争夺的是疆土的伸缩 有力就尽 不力则退 不是紧迫的问题 现在征锡将军羽亮 以重镇明贤的地位和身份 亲自率领大军 试图席卷黄河引南 石虎必定亲自率领全国之众 前来一决胜负 哪能与襄阳之战相比呢 现在征锡将军想与石虎交战 比起石生如何 如果想聚城固守 比起金庸城如何 如果想依仗免水的天险 比起大江又如何 如果想抗拒石虎 比起抗拒苏郡又如何 凡此种种应当仔细考笑 石生是猛将 拥有关中的精锐士兵 羽亮若要攻击恐怕难以取胜 再说那时洛阳 关中都起兵攻击石虎 现在这三阵反而被石虎所用 比起从前 石虎现在实力有超出一倍的势头 石生不能抵挡 相当现在一半的实力 而征锡将军却想抵挡 超出当年一倍的力量 这是我所疑惑的 苏郡的强大比不上石虎 免水的天险比不上大江 大江都不能阻挡苏郡 却想依靠免水 抵挡石虎 这又是令人怀疑的 当初阻替驻守桥 在城北边啃冲种田 担心葫芦来攻 预先设置军囤在外围阻挡 古物快要成熟时 葫芦果真前来 壮丁在外围征战 老若在内收获 许多人手持火炬 战况紧急时来不及收获 就焚毁庄稼逃走 如此多年 最终也没有得到屯田的利益 在那个时候 葫芦只占据了河北 比起现在 只是四分之一而已 祖替不能抵御当初的一 而征锡将军却想抵御 现在的四 又是令人疑惑的 然而 这还只是讨论 征锡将军到达中原以后的情况 还没讨论路途方面的忧虑 棉水已息 水即暗高 舟船只能速流鱼贯而上 往往首尾香咸百里 如果葫芦没有送香公 不攻击半渡之人的仁义之举 成我方军队尚未列阵式攻击 后果将会怎样 现在我们与葫芦 水路地势不同 熟悉的技能也不同 葫芦如果前来送死 那么我们战胜他们有余力 如果要放弃长江 向远方进发 用我们的短处攻击敌人的长处 恐怕这不是胜于庙堂之中的成算 朝一多羽谋同 乃兆亮不听一阵 朝廷的评论大多与菜谋相同 于是成帝下兆不让羽谅 转移镇守地 前燕国前军师慕荣平 广威将军慕荣君 折冲将军慕鱼根 荡扣将军慕鱼攻习赵的辽西 拂获民众一千多家后离去 后赵镇远将军石城 激努将军忽颜晃 建威将军张之等人追击 慕荣平等同他们交战 斩杀忽颜晃和张之 段辽图谋反叛前燕国 前燕人杀死段辽及其门党几十人 把段辽首级送给后赵 五月 戴王拓拔十亿间在餐盒碑会见诸部大人 商议定都于元川 母亲王氏说 我们从祖先开始就以迁徙为业 现今国家多难 如果修筑成国定居 一旦敌扣进犯 就没有躲避之处了 定都之事便告终止 戴国人把别国民众前来归附的都称为乌环 拓拔十亿间把他们分成两个部落 各自设置大人监察 兄弟拓拔姑监察北部 儿子拓拔军监察南部 拓拔十亿间向前燕求婚 前燕王慕容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他 秋季七月 后赵王石虎任太子石轩为大蝉鱼 树立天子京旗 更深 十八日 史兴闻县公王岛去世 丧葬的礼仪比照汉代薄露侯霍光 和安平县王刘福的旧历 参用天子的礼节 王岛清俭寡欲 善于顺因事事获取成功 治理国家虽然每日用度没什么宽裕 但每年的费用却有结余 他辅佐元帝 明帝 承帝三代君王 担任相职 但自己却仓库无储粮 穿衣不加薄 当初 王岛和宇亮 共同向成帝举荐丹阳尹和冲 请求作为自己的副职 并且说 我死的时候 希望提拔和冲到内庭供职 那么国家就无可忧虑了 因此授予和冲 立不上书 王岛去世后 成帝征召宇亮 担任丞相 扬州刺史 陆上书氏 宇亮故辞不受 新有十九日 任用和冲为护军将军 宇亮的兄弟 汇集内使宇兵任中书间 扬州刺史 参陆尚书氏 宇兵担当重任后 治理政务不分咒院 对朝廷贤臣兵 兵有礼 提拔后进 因此 朝野人士都同声称赞认为他 视贤相 当初 王岛辅佐朝政 每每采取宽恕态度 宇兵则时常依靠威严行令 丹阳尹阎容劝谏他 宇兵说 凭以前丞相那样的贤良 尚且不能胜任宽宏 何况像我这样人呢 范汪对宇兵说 不久前天象错乱失度 足下应当采取消除 防御的对策 宇兵说 悬傲的天象 岂是我所能策制的 这正应当勤奋的精进人士 宇兵又审度核实户口 清理出没有姓名的人一万多名 用以充实军队 宇兵喜好举发检查 金鱼繁戏 后来矫枉过正又宽松纵容 更加远离正道 宽松或是严密 均出自几亿 因此律令便没有用了 八月 人武初时 尽又改丞相官职为司徒 南昌文成功西建病重 将幕府事务交给长室刘霞 自己尚书祈求谢职 而且说 我所统领的人员错综杂乱 一般来说北方人居多 有的是受威逼迁来的 有的是心境归附的 百姓心恋故土 都有归本的心愿 我宣扬国家的恩德 小玉好无知别 分给他们田地住宅 这才逐渐换得稍稍的平定 听说我病重 众人心情惊骇骚动 如果真的向北渡江 必然引动敌人侵犯的心思 太长菜模 凭捡真正 为时望所归 我认为可以出任都督及徐州刺史 成帝下诏任蔡模为太尉军司 授予示众 新有 遗物 西建去世 当即任命蔡模为征北将军 都督徐州 衍州 青州诸军事 徐州刺史 驾检 当时左卫将军陈光 请求伐后诏 成帝下诏派陈光进攻兽阳 蔡模上书说 兽阳成小但坚固 从兽阳治郎写 城墙互相可以望见 一城寿攻 各城必然来救援 再者 军王的军队在路途上需要五十多天 先驱者还没到达 消息已经传播很久了 敌贼的游义 以一日千里的速度传递消息 那么黄河以北的骑兵 就完全可以赶来救援 以白起 寒信 象吉那样的涌江 还有挖断桥梁 焚毁舟船 背水而战 现在想把舟船停泊在水煮中备用 领兵前往敌城 前方面对强敌 回头顾望归路 这正是兵法所界的大忌 如果进攻不能取胜 葫芦的骑兵突然到达 恐怕中航还子不知所措 士兵争传渡河 以致被砍断的手指 双手磕捧的局面又将重演 现在陈光统领的都是宫中精兵 应该让他们到哪里 都是只有出征但不交战 现在却屯兵于奸程之下 用国家的宫中精锐攻击敌人的下等诚意 取胜则得以微小 不足以给敌人造成多大伤害 失败则损失惨重 足以有利于敌寇 这恐怕不是周全的计策 罚后照之事这才终止 当初陶侃镇守武昌 有人论异认为长江北岸有诸城 应当分兵束手 陶侃常常不做答复 但总有人提及此事 陶侃于是渡江为烈 照来江左门告诉他们说 我之所以设置险阻防御敌寇 正因为有长江而已 诸城隔在长江北岸 自身没有可以依仗的天险 外部与各遗族接壤 对疑人来说利害关系更大 如果我们贪图小利 疑人不能忍受 必定领兵前来侵犯 这正是导致霍乱的根由 不是用以抵御敌寇的好方法 况且吴国当初束手此成 动用了三万兵重 现在纵然派兵束手 对江南来说也没什么太大的好处 如果杰族敌鲁有可乘之机 占据诸城又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等到宇亮镇守武昌 最终还是派毛宝 樊骏束手诸城 后赵王石虎增悟 任用奎安为大都督 率同石剑 石敏 李农 张豪 李图武为将军 兵重共五万人 侵犯荆州和扬州的北部边境 另派二万骑兵进攻诸城 毛宝向宇亮求救 宇亮认为诸城城池坚固 没有及时派兵 九月 石敏在缅南打败进兵 杀死将军蔡淮 奎安 李农攻陷缅南 珠宝在白石打败进兵 杀死郑暴等五位将军 张豪攻下诸城 诸城占死者有六千人 毛宝 樊骏突围出逃 渡江时溺水而死 奎安近距胡亭 侵犯江夏 益阳将军黄冲 益阳太守郑进都投降赵军 奎安前进包围石城 径陵太守李扬发兵抵抗 战败奎安 斩首五千多级 奎安这才退走 城市截掠汗水以东 挟持民众七千多户 迁徙到幽州 济州 此时宇亮还在上书 想将镇守的一致石城 听说诸城失陷 这才作罢 给承帝上表谢罪 自行祈求贬值三等 行安息将军职位 承帝下诏 让他恢复原位 任命辅国将军羽翼 为豫州刺史 兼宣城 卢江 丽阳 安丰四郡诸军事 嫁捷 镇守无胡 后赵王石虎 忧虑贵妻们 狂放自私 于是提升殿中 御史礼据 为御史忠诚 特别加以宠爱和信任 朝廷内外 为此肃染 石虎说 我听说梁臣如同猛虎 信步行走于旷野 豺狼因此避开行路 得却如此 石虎任命 辅军将军李农 为史迟捷 兼辽西 北平诸军事 征东将军 盈州牧 镇守令之 李农率领事中三万人 会同征北大将军张举 进攻燕国的返城 前燕王慕容任用 卢城主越晚 为遇难将军 调拨士兵一千人 让他守卫樊城 等到厚照军队到达樊城 江丽们都十分恐慌 想弃城而逃 月晚说 我们受命抵御敌寇 应将生死置之度外 况且聚成坚守 一人可以抵挡百人 胆敢妄言惑众的人斩首 大家这才安定 月晚山仙士卒 亲身承受 流石飞石 张举等人进攻十多天 不能取胜 于是退军 石虎因为辽西迫近 殃国边境 多次遭到攻击 于是把民众 全部迁徙到冀州以南 成汉国主李寿病重 罗衡解思明 又论以推奉李进为储君 李寿不同意 李衍又上书谈及这件事 李寿发怒 杀死李衍 李寿时常仰慕汉武帝 魏明帝的为人 以听到父兄当时的事迹为耻辱 上书的人都不得提及 先世的政教业绩 自认为胜过他们 摄人杜喜写诗诗篇 假托是应居所作 用婉言隐语来劝谏李寿 李寿回复说 我审读诗篇 以知其意 如果是金人所作 确实是贤折的善言 如果是古人所作 那么不过是死鬼常说的话 前燕王慕容自认为 称王没有受尽王室的任命 冬季派长使刘祥参军居运 前来进献俘虏和战利品 报告公祭 并且说明假设称王的意愿 又请求约定日期 大决起兵 共同平定中原 慕容攻击高距离 军队到达新城 高距离王朝 祈求结盟和好 于是前燕军退缓 慕容又派儿子慕容克 慕容霸攻击宇文士的别部 慕容霸年方十三 永贯三军 张骏设立辟庸 明堂已进行宣教礼仪活动 11月 让世子张仲华监管梁州事务 12月 丁丑 初期 后召太保 逃报故去 丙须 16日 东晋朝廷任命 票旗将军 狼邪王司马月 为世中 司徒 承汉国礼义 侵犯巴东 首将劳阳 战败身死 贤康六年 庚子 公元三百四十年 春季 正月 庚子朔 初一 都庭文康侯 雨量去世 成帝任用护军将军陆上书和冲伟中书令 雨须十一日任命南郡太守羽翼为都督江州 荆州 思州 雍州 梁州 一州诸军士及安息将军荆州次使 嫁捷 代替雨量 镇守武昌 当时人怀疑雨量年轻 不能继承他兄长雨量的业绩 雨意尽心治理 军务和政务都很严明 数年之间官府和私人资用充实 众人都称赞他的才能 辛亥 十二日 东进朝廷任用左光路代付陆丸为市中 司空 雨文易斗归杜绩慕荣汉的才能 名望 慕荣汉便洋装癫狂 中日酣瘾 有时躺着就大 小便 有时又披散头发 大声歌呼 跪拜起时 雨文部全国都看不起他 对他不再检世省察 慕荣汉因此可以来往自由 把雨文部的山川形势 督墨记在心 钱燕王慕荣 因为慕荣汉当初并非叛乱 是因为心有猜忌才出逃 虽然居住别国 但经常悄悄地为钱燕国打算 于是派商人王车到雨文部经商 借此观测慕荣汉的心意 慕荣汉见到王车 不说话 只是垂击胸部汉手而已 慕荣说 慕荣汉想回来了 又让王车去迎接他归来 慕荣汉拉弓的力量达三弹多 健身尤为长大 慕荣为他制造了可守的弓箭 让王车埋在道路旁边 悄悄告诉慕荣汉 2月 慕荣汉偷出宇文义斗龟的名码 携同两个儿子到路边取出弓箭 上马逃龟 宇文义斗龟派骁勇骑兵 一百多人追赶 慕荣汉说 我长久客居他国 现在想回乡 既然已经上马 就在没有回去的道理 我过去每天洋装痴呆气蒙你们 其实我以往的记忆并未丢失 你们不要逼迫我 那是自寻死路追来的骑兵 小看慕荣汉 静直奔驰而来 慕荣汉说 我长久居住在你们国家 心存依恋之情 不想杀死你们 你们离开我一百步 把刀树立起来 让我用剑射击 如果一发便射中 你们便可以返回 如果射不中 你们便可以前来抓我 追来的骑兵 解下配刀 插在地上 慕荣汉射出一支剑 正中刀环 追来的骑兵 四散逃走 慕荣听说慕荣汉到来 大为喜悦 对他的礼遇很优厚 庚臣 十一日有一星出现在太威星旁 三月 丁卯二十九日 东晋大赦天下 承汉人攻占丹川 丹川守将孟燕 刘奇 李秋全都战死 代王拓拔十一间 开始建都于云中的圣乐宫 后召王石虎写信给承汉国主李寿 想和他联军南范 约定平分江南之地 李寿大为高兴 派散机长室王谷 中长室王广出示诏 公状归剑 李寿不听 李寿多造舰船 整修兵器 积蓄军粮 秋季 九月任命尚书令马当 为六军都督 征集士族七万多人卫水军 在成都举行盛大的阅兵式 鼓噪之声冲一江面 李寿登上城楼检阅 带有吞噬江南的志向 解四名劝谏说 我们国家小 君利弱 东吴 惠姬 相聚遥远 帝是险恶 想图谋并不容易理受 于是命令群臣们广泛论评其中的厉害 公状说 陛下与葫芦结盟 又怎么比得上与晋王室结盟 葫芦是豺狼之辈 灭尽之后 我们非得北面称臣侍奉他 如果和他们争夺天下 那么强弱不相称 处于威王的境地 春秋时余国 国国的往事 就是以往的教训 希望陛下仔细考虑这件事 群臣们都认为 公状的话有理 李寿于是停止攻伐江南的举动 士族们都山呼万岁 公状认为 人的品行最重要的是忠孝 已经为父亲 叔父报仇之后 又想让李寿侍奉进士 李寿不听 公状便乍撑耳聋 首不能拿东西 辞职归乡 以读书写作自愚 终身不再去成都 后召上书令奎安去世 后召王石虎下令 让司 记 清 徐 幽 并 用七州的民众 五个南丁中选取三个 四个中选取两个 连同夜城就有军队 足足五十万人 准备舟船一万艘 由黄河通往大海 运送古物一千一百万湖到乐安城 把辽西 北平 渝阳的一万多户民众 迁徙到衍州 玉州 雍州 洛州 从幽州以东到白狼 大举屯田 把百姓的马匹全部收缴上来 敢于私自藏匿马匹不交出的人 处以腰斩之行 供得马匹四万多匹 在晚阳举行盛大阅兵式 准备用来进攻前燕国 前燕王慕容对重将领说 师虎自以为乐安城的防守力量强大 在继承南北必然不加防备 如果现在抄小路出其不意 就可以彻底击败他们冬季 十月 慕容率领各路军队从色攻入 袭击后赵军 后赵军束手的将领 有敢于当道阻挡的全部被擒获 前燕军一直进抵继承之下 后赵幽州刺史时光 虽然拥有数万兵重 却关闭城门不敢出战 前燕军进而攻破五岁金 进入高阳 所到之处把后赵军积蓄的军资 焚毁一空 劫掠民众三万多家离去 时光因临敌懦弱 被征兆返回 后赵王石虎任用秦公石涛为太尉 石涛和太子石宣两人暗日轮换省事 裁决尚书的奏势可以独自决定赏赐或刑罚 不再向石虎禀报 司徒身中劝谏石虎说赏赐或刑罚 是人均掌握的大权 不能交给别人 这是用以防危杜鉴将逆乱消灭于未然的办法 太子的职责在于饰养父母 不应当参与朝政 数人十岁因为参与朝政而招致失败 前车之鉴距今不远 而且由二人掌握朝政 权力分散 很少有不发生或患的 爱他们却不知怎么爱 这正是害了他们的根由 石虎不听 中业者令身扁 因为聪明会晤 能言善辩而被石虎宠爱 石宣也与他关系亲密 让他点掌机密 石虎既然不过问政事 而石宣 石涛 幼都喜好憨隐和打猎 因此官员的生免 人员的生杀都有申贬决断 从九卿以下对他都望风而拜 太子詹是孙真患眼病 像是中崔曰讨求治病的药方 崔曰开玩笑说 像眼中溺尿便可痊愈 孙真说眼中怎能溺尿 崔曰说 你眼窝深陷 正是和逆尿孙真为此怀恨崔曰 将此事告知石宣 石宣的面貌在兄弟中最具有胡人的特征 眼窝深陷 听说此事勃然大怒 诛杀崔曰父子 于是公卿以下畏惧孙真 人人侧目 燕公石宾督查北边周骏 也喜欢打猎 经常配挂城门的钥匙出入 征北将军张鹤渡经常规见他 石宾发怒 羞辱张鹤渡 石虎听说后 让主书李仪持福节监察石宾 石宾杀死李仪 又想杀张鹤渡 张鹤渡调集护卫人员 持马禀报石虎 石虎派上书张李 率骑兵追赶石宾 打了他三百遍 解除官职归家 并诛杀他的亲信十多人 张鹤派别驾马申到赵城县贡务 上表中言辞冷漠孤傲 石虎发怒 要把马申斩首 市中石谱劝谏说 如今国家应当最先除灭的是尽 河西地处纰漏 不足介意 现在斩杀马申 就必定要征伐张鹊 那么兵力一分为二 健康就又能延长若干年的寿命了 石虎于是不杀马申 石谱及石包的曾孙 当初 承汉国将领李鸿被进军擒货 又出逃到后赵国 承汉国主李寿写信给赵王石虎 请求放他归来 信中提鼠称赵王石军 石虎不高兴 交付外庭平易 中书间王波说 让李鸿用性命发誓说 如果能返回蜀地 将统帅宗族 接受大王的教化 将来如果他果真这样做 那么我们没用烦劳一支军队 便可安坐平定梁州和益州 如果他心存犹豫 不实践诺言 我们也不过失去一个亡命之人而已 对赵国有什么损伤 李寿既然建称皇帝之号 如果我们现在用皇帝赵书的形式给他回复 他必定以同样的形式回报我们 不如再以信件的方式答复他 适逢一楼国向后赵国进宪使使努 王波承氏请求转送成汉国 说让他们知道 我们能够使远方的国家降服 石虎听从他的建议 遣送李鸿归国 并且用隆重的礼仪对待他 李鸿到达成都 李寿颁布赵书说 杰鲁的使者来朝拜 进贡是石虎听说后 发怒废除王波的爵位 让他以平民身份任职 贤康七年 辛丑公元341年 春季 正月 前燕王慕容让 唐国内史阳玉等人在柳城以北 龙山的西面修建成郭 设立宗庙和宫阙 命名为龙城 二月 贾子硕初一 出现日时 刘祥到达建康 成帝赵建 询问慕容平安与否 刘祥回答说 我接受派遣时 他身穿朝服 向南方拜授张表刘祥 为前燕王慕容 请求大将军及燕王的张喜 朝廷论议认为 按就例 大将军不委派到边关 从汉 未以来 不封异姓为王 所请求的事情 不能许可 刘祥说 自从刘氏 时事作乱 长江以北之地 完全成为战乱渊 所 从未听说 华夏宫庆的后裔中 有一人能够屡袖身臂 挥动兵戈 摧毁匈逆之徒 只有慕容氏父子 竭尽心力 心怀本朝 以少积多 多次舔灭强敌 使得石虎卫军 把边陲的民众 全部迁徙 让他们散居在魏郡 扬平 广平一带 国土因而缩小千里 以至继承 成为他们北方的边境 慕容公既如此显赫 朝廷却吝惜 渤海以北的土地 不让给他做封印 这是为什么 当初汉高祖不吝啬王位 授予韩信 彭越 所以能够成就地业 项羽把官燕藏到棱角都磨损了 也不舍得授人 终于导致威王 我的内心 不只是希望能尊奉所奉事的人 私下还为朝廷疏远中意的边果 使得四海之人无从劝勉和仰慕 深感惋惜 尚书诸葛辉 及刘祥的姐夫 独自持有不同看法 认为 遗族 嫡族互相攻击 这对中原之国有利 只有礼器和名号 不能轻易相许 于是对刘祥说 假使慕容能够剪除石虎 这时又出现一个石虎 朝廷又能够仰仗谁呢 刘祥说 寡妇尚且知道连敏宗周的殒灭 现在尽是危殆 你职位和高新氏的八个才子 与高阳氏的八个才子相当 难道就没有忧虑国事之心吗 往昔如果弥合有格式的工业不能建立 那而绍康怎能中兴下朝 齐桓公 晋文公指挥的战争 不能取胜的话 那么周朝人都将批发左 沦为一族了 慕容整个带旦 励志剪除凶逆 你却又宣扬偏颇和令人迷惑的言论 妒忌 离间忠诚 天下之所以未能统一 实在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 刘祥留住健康一年多 众人论意始终没有结果 刘祥便游说中 长室洪说 石虎包揽八周的地城 有甲兵百万人 励志吞噬长江 汉水 从所头 宇文氏已至各个小国 无不臣服 只有慕容氏府邑和雍代晋氏天子 京城上通日月 却不能获得异于常理的任命 我私下恐怕天下人因而改变心意 分崩离析 不再向南方称臣了 公孙渊对东武没有一点点功绩 武主封他魏燕王 加以九夕的礼遇 现在慕容多次挫败敌军精锐 威震秦州 拢上 石虎连续派遣 直高位重的使者 言辞动听 毕博厚重 想败受慕容为要威大将军 辽西王 慕容厌恶他不是皇室正统 拒绝不受 现在朝廷却另惜虚名 排斥和压抑中顺的臣民 这哪里是国家的长远之计呢 将来即使后悔 恐怕也来不及了 红为他入宫向成帝陈述 成帝心中以准备同意 适逢慕容上表 内称 于是兄弟专权 导致霍乱 应当赤退 用以安定国家 又写信给宇兵 斥责他占据国家要职 专断权柄 不能够为国家雪耻 宇兵十分恐惧 因为慕容在边缘之地 无力前置 于是和和冲上奏 同意刘祥的请求 以卯 遗物 朝廷任命慕容卫 使吃节 大将军 都督黄河以北诸君士 幽州牧 大蝉鱼 燕王 所用的备物 典策 都以特殊礼节对待 又任命慕容的世子慕容郡 为嫁节 安北将军 东夷校尉 左贤王 赐给君资器械数千万 又给各有公之臣 一百多人加封爵位 任刘祥为代君太守 封为林权相侯 受与原外散其尝试 刘祥坚持推辞不受 刘祥痛恨江南市大夫 已娇奢 憨隐 放纵 互相推崇 曾经趁着朝廷显贵们 燕饮集会之机 对和冲等人说 天下反叛 动荡 已超过三十六年 宗庙设计化为废墟 外民生灵涂炭 这正是朝廷焦虑的时候 忠臣效命的年代 各位君子 却在江陀安乐游玩 尽情纵欲 以奢侈迷乱为荣 以桀骜怪诞为嫌 忠正耿直的言论 不闻于耳 征伐的功绩 无从见利 准备靠什么来遵奉主上 救助百姓呢 何冲等人十分惭愧 成帝下诏 派奸大红卢锅持福节 到吉城去冲封燕王 和刘翔等人 协同北上 公卿大夫们 在江边为他们鉴别 刘翔对他们说 往昔绍康 凭借一支军队 除面有穷士 勾建靠汇姬 向强大的吴国报仇 滋慢的野草 尚且应当尽早除去 何况对敌仇呢 现在石虎 李寿 都想互相吞并 王室的军队 纵然不能平定北方 展且应当经营吧 数 一旦石虎抢先启士 兼并礼寿 并占据其地 依仗地形的便利 兵临东南 及时有智慧的人出现 也不能妥善处理了 中护军谢广说 这正是我的心愿三月 务须初五 皇后度是驾崩 夏季 四月 丁卯 初五 攻皇后入葬星平岭 成帝下诏 王宫以下 至于平民 都确定现居的籍贯 驻鹿于户口版籍 秋季 七月 郭 刘祥等人到达 前燕国 前燕王慕容任命 刘祥为东夷护军 兼领大将军长使 任唐国内使杨裕 为左司马 典书令李红 为右司马 中卫正林 为君资祭酒 八月 新有初一 东海挨亡司马冲去世 九月 代王拓拔十亿坚在旧城南面巴里外修筑圣乐城 代王妃慕容氏去世 冬季十月 匈奴族刘虎侵犯带国西部 代王拓拔十亿坚发军迎击 大破敌军 刘虎去世 儿子刘悟环纪立 派使者向代王求和 拓拔十亿坚 把女儿许配给他为妻 刘悟环又向后赵国朝贡 后赵国任命他为平北将军 左贤王 后赵国横海将军王华率水军 由海陆进攻前燕国安平 获胜 前燕王慕容任用慕容客为杜辽将军 镇守平国 自从慕容汉 慕容人之后 众将领中没有人能够接替他们 等慕容客到达平郭 抚慰旧属 怀柔新富民 多次击败高距离的军队 高距离畏惧慕容客 不敢再来犯境 十二月 兴平康伯陆完去世 成汉国主李寿 让太子李氏兼领大将军职 陆上书氏 当初 成汉国主李雄 因简约宽厚人会的蜀民之心 等到李鸿 王谷从夜城归来 圣赞夜中复述 宫殿壮观华丽 并且说后赵王石虎 靠刑罚杀戮驾驭陈下 所以能控制境内 李寿为此倾慕 便将临近周郡的百姓中 凡美家超出三个以上的壮年南丁 都迁徙来充实成都 大修宫室 制造器丸 人有小过失 就处决以建立威夷 左铺设蔡兴 又铺设礼仪都因直言归贱被杀 百姓淹赴税和劳逸疲惫不堪 须皆探牺牲充益于道路 许多人图谋作乱